目前春运大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每年直到这个时候 才能明白中国人多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强调不仅需要看手速 更要看人品 也因此滋养了一大批黄牛党们 但无论多难多贵 在外工作的人们依然要回家过年 然而今年的春运 却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 反向春运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选择回家过年 而是把父母接到城里来过年 此前有媒体报道 今年除夕前一周 飞往北上广深 航宁金勇的机票同比增幅 达40% 也许有人会觉得 这仅仅就是一个 茶余饭后的谈字而已 但在这个小现象的背后 却是隐含了楼市的大格局 中国人口向大城市高速集中 未来城市两极分化将更加明显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北上广深已经十分拥挤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中国的城市化率 已经从1982年的20% 提升至如今的60% 但是这一过程并未完结 未来将提升至65%至70% 甚至超过70% 我们拿中国的邻国 日本举个例子 一边是人口数量持续减少 一边是人口向大城市加速集中 现在的日本包括关西圈 及京都、大阪、兵库、奈良等四个府县 和民谷屋圈及爱之 其父三重三县在内 三大城市圈的人口 同比增加0.06% 达到6453万人 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 人口的加速集中 尤其在东京更为明显 东京占日本总面积不到4% 却拥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口 那么 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会 产生怎样的后果 当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 那么小城市的人口 势必会越来越少 当年轻人们 连过年都不想回家相识 这些小城市会变成什么模样 当小城市的人口 空心化日益家具 那么那些 伴随着风涨的房价 建起来的房子 未来可还能找到接盘的人 前几天有一条 很有意思的消息 日本免费送房 但白送的房子却没人要 据环球时报报道 日本正面临着 房比人多的窘境 日本总务省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8年10月 日本全国共有住宅 5759万套 但家庭总数 只有4997万户 一些村镇 正在逐渐消失 为了挽救这些地区 日本政府在一些地区 成立空污银行 免费将房屋 赠送给那些符合条件 通过审核的民众 并提供修缮 补助等优惠条件 来吸引人口的流入 也就是说 只要通过网上 填写申请 在之后满足条件 便可以申请免费居住在 这些闲置的住宅内 申请方不限国籍 任何人都可以去申请 不光免费送 还补贴一般装修费 甚至 为了翻新房屋 日本政府还能多提供 50万日元 约3万多人民币的补贴 当然 这样的房子 也是有一定条件的 申请方必须是夫妻 不能超过40岁 而且至少有一个 不超过18岁的孩子 而且要保证自己 能长期居住 要在此能进行家族的延续 还要承担房产税 中介的佣金 不过 表面看来 这些条件相比 免费房子的诱惑 简直不算什么 但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以为领到了免费的住房 就是减到便宜了吗 但要看看 这些房子 究竟是建到哪里的 如果去过日本 就可以发现 在不繁华的日本街头 虽有密密麻麻的房子 但却无人居住 成了一个又一个 闲置的鬼屋 有的地方 甚至为了能让这里 显得更热闹一些 能吸引人来入住 干脆做几个假人 营造出一幅 虚假的居住氛围 这件事的背后 就暴露出 日本的空置房危机 大量的非 核心城市 地带的房子 已经沦为了 负资产 据日本富士通 研究所的报告 2013年日本 有820万个空置住房 空置率达13.5% 按照现有趋势发展 到2033年 日本全国房屋空置率 将达到28.5% 即便在考虑 新拆除住宅数量 增长的情况下 该数据也将达到 22.8% 也就是说 每100套房子 就有20多套 都是空着的 即使低价甩卖 甚至免费送人 都是无人问津 更糟糕的是 由于日本遗产税的存在 这些空着的房子 也是在吃人的 因为依照 日本法律规定 任何人 如果想拥有 富费的遗产 都必须要缴纳 高额的遗产税 和资产税 不仅如此 还必须得自行担负 返修费用和拆除费用 这样下来 房子反而变成了一个 甩都甩不掉的大包袱 不但不能靠它 获取收益 而且还要 被它掏空财富 有些人会一笑了之 这是日本的故事 中国怎么可能 会出现这样的闹剧 然而真的 完全没有可能吗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的报告 目前中国住房空置率 为21.5% 仅低于西班牙和意大利 高过全球 多数国家 而这些空置住房 占用了超过 10万亿元的信贷资源 而在这些空置的房屋中 绝大多数 都发生在三四线城市 空置的房子 越来越多 而房价却涨得越来越凶 中国一二线的房价 涨到一万一平 用了差不多 十多年时间 而三四线城市 仅仅用了一年 这就好比 是在一个投机市场中 资产的价格 越来越高 潜在接盘的人 却越来越少 而有的 还在盲目加仓 想想看 中国总共有 23个省 660个市 1642个县 37334个乡镇 但绝大多数人 愿意去的 也不过 只有那么十几个城市而已 长三角 珠三角 新经济三大经济圈 仅占国土面积的 3.23% 却吸纳了全国 14.43%的人口 所以 我们看到了 大量空置房的诞生 也看到了 反向春运的出现 这不仅仅是 楼市投资的问题 还是人生选择的问题 但有人可能会说 他们那里的房价 还在继续涨 但是未来呢 你的家乡 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 能够让年轻人 来这里发展 从而能把你手里的房子 接盘呢 另外 今年就业形势不好 有些年轻人 也产生了疑问 要不要逃离北上广深 回到家乡发展 可摆在眼前的是 当然可以逃离北上广 但是也有代价 有得必有失 选择了安逸的生活 就意味着 放弃了成长的机会 选择了平稳的职业 意味着 放弃了广阔的平台 究竟是一眼能够 忘到自己50岁模样 还是虽然冒险艰苦 但是充满无限可能 选择都在于自己而已 毕竟在这个 充满了不确定的年代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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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